咋这么阴森呢 这老哥不会是 这老哥是真的 这老哥真是我亲哥 老哥跟我说 前面这座房子是废弃的 他们前两天在这边吊人 太吓人了 你边上高好停了 Hello 大家好 阿婷旅记 今天是咱们玩中国自驾的第五天 咱们的目的地呢是 云南丽江白沙谷镇 哎呀又到了饭点 就要吃吧 昨天买了的东西 正好可以吃 买了自恶米饭 那个某小鲜的 网上评论就说都挺好吃 先吃一个试试看 吃这个吧 都说挺好吃的 这个自恶米饭 我昨天在那个赵英明买的 中午的饭 自恶米饭 加一个柠檬茶 樱桃的饭 看一下樱桃 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那小脸脸 三岁了 三岁多了 咱们在服务区 稍坐歇息 那就准备出发了 现在的行驶在 南昌互通了 南昌互通高速 下午决定了 本来是两个目的地嘛 一个长沙 一个是庐山西海 下午考虑一下 我们直接去庐山西海吧 去那个风景区 那边转悠一下 好像我听一个网友说 那边能钓鱼嘛 能钓鱼露营 我去那边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钓鱼露营的地方 庐山西海 咱们马上要下高速了 看这个天气有点不太对劲啊 看这个天气不会要下雨吧 那这鱼可咋掉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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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这边是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高速门口就是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就说明这个地方 是完完全全的旅游城市 刚才阿婷问了一下这个加油站的姐姐 姐姐说这边钓鱼 只有一点摇齿林的地方能钓 说其他地方好像都不能钓的 可能他不钓鱼 哎呀咋说呢 先进去看看吧 先进去看看吧 先去买点东西 一步一步一步来 这天气啊 就算能钓鱼 可能都到 可能都钓不了 要浴巾啊毛巾 浴巾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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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巾 这边在湖边浴巾 这边在湖边它就是不能钓鱼的就是你想免费钓鱼它就是要被抓 这边能钓的地方好像一个地方叫什么摇齿林 那边有什么住宿钓鱼都有我去那边看一下我们直接导航去那个摇齿林吧 它叫庐山西海摇齿湾我一直把它读成摇齿林吧 这路还是挺美的没车的没车连人都看不见几个樱桃开心思 我最喜欢这样子车子速度慢它就可以趴在车里趴在窗户那边看风景 你有这么挤吗英台它这地方开不到水边 这要来钓鱼的话东西东西得搬死啊 看全是这样的类似于网香养殖的 它只是把它区分成了钓鱼的区域一块一块 路雅区路雅区法钓区 回来就看到两只小狗像樱桃蹦过来 吓我一跳还好樱桃是小木狗樱桃很凶啊 不要打架 看了一下 这里我要手干钓的话钓不了啊 这还钓个锤子鱼啊 看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两天 这边乌宁这边大雨明天也是大雨 钓个锤子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为什么昨天 真的 哎呦我昨天被粉丝朋友给诱惑了呀 说这个庐山 庐山西海这边能钓鱼钓鱼钓鱼 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啊 我只能说我我点被我点被我点被不能怪社会 今天的咱们的也走不了了 只能在这在这待着了 我去我找到那个驻车点去看一下 就还行的话就直接在那边驻车了 绝了这种地方是怎么被你们找到的 这也是个窝点 真是给你闹麻了呀 即将到达目的地 还有我在前面吗 我这边也掉不了头呀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面 我人傻的 到达目的地附近 目的地在您左侧 本次导航结束 好冷啊我整个就傻掉了 这什么地方 这是哪个 窝友岛的点啊 这里也能露营啊 咋睡的你当时 天气好多确实可以 但是现在下雨了 风景倒也不错 这边望述就是西海 庐山西海 哥这里可以钓鱼吗 哥这里可以钓鱼吗 看钓鱼吗 嗯 我钓手竿 啊 哦 这里要被抓的 它是承包给别的那个鱼了 哦 那就是钓鱼就钓不来 对 反正你钓完 抓了就走的 哦抓了就走是吧 但是鱼震应该水上冰鱼就不知道了 哦 他们就抓了地方那个 一般 鱼震他们 鱼震水上就会受干的 哦 看一看 你如果说你到这里你还不如那个 就我们上去 嗯 上去就是那个房子旁边 直接你直走 我们左拐是出去吗 嗯 直走开到底 那边还有个房子 还有旧房子 没人住的 他们也有停车的地方 也有水平地 那底下你那底下钓吗 叫小鱼 嗯 就是上去 上去不是我们前面到的房子 我们左拐不是出去吗 嗯 你刚进来是右拐进来的吗 嗯 你就直走 直走到底大概 没多远也没多远 嗯 好好好 你看那边还好一点 你速冰那边也平了嘛 嗯 好的好的好的 哎好好好 钓鱼的老哥啊跟我说 另外一条路 比之往前有一块更平整的地方 可以停车 那个屋子前面也能钓 他说钓点小鱼没啥事 别报警了 吵死了 这个要关 这路我就问你绝不绝吧 这炮弹根 这交叉轴 这炮弹坑 这交叉轴 看这坡多 绝 牛马 真牛马 刚才我还看到这边一只 一只野鸡跑过去 有点吓人了 只能往下走 没办法 在这边掉不了头 只能硬着头皮往下面走 咋这么阴森呢 这老哥不会是 这老哥是真的 这老哥真是我亲哥 老哥跟我说前面这座房子是 废弃的 说他们前两天在这边掉鱼 太吓人了吧 边上刚好有停 给你们看 这地方也真是绝 怎么给他们找 怎么给他们找到的 还真让我开进来了这样的路 一路 刮蹭的进来了 这是一种废弃的三层小楼江系 边上四周都是 大山 前面是西海湖 下面就是西海湖 然后我把房车停在这个位置 我不想出去了 因为开进来太费劲了 安静倒是很安静的 反正我也有樱桃 只要它晚上不叫就行了 飞里乌式飞里乌式 飞里乌式 里面还有瓶子 里面还有酒瓶子 应该是有人在这边路过营的 喜欢钓鱼的人 还有很多垃圾呢 还有这些钓鱼的 耳料 在这里下去就是 下去就是西海 阿亭就不钓鱼了 阿亭就不钓鱼了 天气太差了 今天下大雨 明天也是下大雨 我不钓了 我就在这里住一晚上 我就在这里住一晚上 空气是蛮好的 好清新啊 就是雨也好 这地方有点 我胆子大 但是也没有这么大 这地方我顶不住 我还是跟它走吧 也是有点哈人 我们走 趁现在天还没黑 天黑里面真的走不了 风景环境 倒是真的挺好的 如果是个晴天的话 我还可以住住 但是今天下雨天 加上这地方太荒了 太里面了 大家也看到了 这晚上万一一樱桃叫 一樱桃再叫的话 我真的顶不住 走吧 趁早走 这我得赶紧开出去了 这开出去估计 估计真的费一点劲了 这路真的太小了 一路刮蹭过来 刮蹭上去 而且这上去是 上去是上坡 我估计得开低速四驱 他不得去啊 无论区域啊 喔 舒服了 舒服了 看到高速收费站我就舒服了 真的整的 这一天给他闹的 还得是高速服务区 还得是高速服务区 今天不止下雨 这高速公路上还有雾 我把这个雾灯一打开还蛮有用的 雾气好大 这大雾 开雾灯的话真的看不见 吃饭去了6号樱桃了 我这边吃饭去了饿惨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 店也充满了 本来还以为今天店充满 40%的店今天活生生被我充满了 你们感谢 那是开了多久 未来 有没有听到外面的雨似 叮铃叹铛叹叹铛叹 得亏 昨天去逛了那个临时 临时店了 不然今天晚上 连个晚饭都没得吃 真的是 连个晚饭都没得吃 今天住在服务区真的是无奈之决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应该现在已经快乐的钓鱼了 但是事事无常 大藏包小藏 今天的经历真的是 裂开了 整个人都给它裂开了 你们看一下住车位 现在外面还在下雨 朦朦细雨 房车住在了 我们注册在了服务区上吧 修水服务区 我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边上 停在了这 刚刚好 明天起床直接前往湖南长沙 赶紧 有点想 有点想老家头了 想了 想他 好了 我给樱桃准备 睡觉了 朋友们 OK 樱桃上来睡觉 樱桃回到你的位置上去 不要疤惨我的床位 Good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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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